据哈尔滨市警方通报 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中 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刀刃向内 严自当头 坚决清除队伍中的害群之马 从严查处了19名违纪违法公安民警 其中原哈尔滨市公安局 技术侦察支队支队长崔毅 非法收受干警贿赂 涉嫌受贿罪 受到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原哈尔滨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三大队大队长李玉飞 涉嫌故意销毁会计凭证 会计账簿罪 非法持有枪支罪 循私枉法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受到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现已移送司法机关 原哈尔滨市公安局相访分局 治安大队民警于志强为首的 恶势力犯罪集团 利用洗浴场所组织卖淫 实施抢劫 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原哈尔滨市公安局 道理分局群立派出所副所长魏星 涉嫌开设赌场罪 严重违纪违法 原哈尔滨市公安局监管支队 第一看守所民警刘东 因吸食毒品 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 均受到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内容请关注南方都市报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